是2022年的8月24号星期三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有一个网友我记得好像都是一个月之前问的了 反正最近这段时间有一些网友问了一些问题 反正都是跟这种经济什么相关的 然后其实我也在思考 我一直没有说话 我不是没看到 我看到了 但也是在思考 今天咱们一块说说好不好 先说有一个网友他问我 他说死东哥 他说我是一名居住在上海的 你的忠实粉丝 你的每期视频我都看 然后看了前两天 你讲的武统台湾不可避免 且日本介入中日必有一战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到非常的焦虑 目前在上海有一套房子 但是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讲 这套房子就已经几乎倾尽了 我所有来供养这套房子了 一旦战争打响的话 房价是不是会断崖式的下跌 我是不是应该趁现在 房价还可以将房子卖掉 移民到国外 如果是我孤身一人 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我还有个不到两岁的娃娃 一想到我的孩子 要经受战争的摧残 就感到无比的焦虑 死东哥 希望收到你的回信 给我一些建议 另外一个他说 您好 死东大的 台湾小伙伴 不知道为什么叫大的 他说我是您频道订阅 他应该是会员 会员两年十三天 他说之前换过一次账号 他说我应该是从会员开始 就开始订阅了 就会员 他说我是台湾人 目前也觉得开战很近 同时台湾目前内部也乱得不行 一直都觉得您的频道中说的很对 这边请教您几个问题 就像您给香港人的意见 您会给台湾人什么意见吗 以您的预计 大约什么时候会开打 假如如果要逃难的话 最慢在什么时候 感谢您 我是真的想了很久 考虑了很多 想介入您的智慧 谢谢 在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边 为了证明你的预言正确 赶快去投票 我看看我们那边投票 现在有多少人 多少人投票了 我们看看现在结果 不知道这两天结果有没有变化 前两天我们说过一次 对啊 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了 现在去改投票还来得及 还是可以改的 不是说投票之后就不能改了 我们最后看看 现在结果还是差不多 现在还是两万多人 还是认为南西佩洛西怂了 不敢去台湾的占24% 占1% 认为中共怂了 不敢派军机半飞 南西佩洛西战机的占28% 占1% 剩下的美国和台湾怂了 不敢把中共的军机打下来 10% 大家都不怂 直接开干的10% 没意见的占28% 还是基本上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老婆你要改你的选项吗 不改 你还是认为是第二个 中共怂了 不敢派军机半飞 南西佩洛西的专机 是不是 还是这个 但是稍微有一点犹豫了 有点犹豫了 我也有点犹豫了 因为你看连老习都出来说狠话了 老习 赵立坚 胡锡进 都出来说狠话了 到了这一步 我现在也觉得 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第三个了 我觉得美国和台湾怂了 不敢把中共的军机打下来 我觉得可能会选这个 这就是作为习二的 贴心小棉袄 为习二丢进颜面 习地的绝妙角度 以及土歌忽悠的群体 包括吐槽在内 他们真实的认知水平 和判断能力 习二作为最蠢最平庸的 一介小头目 习二归西之前 绝不会攻台 习二没有这个能力 均是水平和智慧 更没有任何为中华争寸腿的想法 习二的所有阴毒 愚蠢表演 只为黄梦 最有原则了 你表现一下 我看看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否则我又要修改底线 还是中国特色 一个傻逼真敢说 是一帮傻逼就真敢信 没办法 这中国特色 你知道吗 没办法 就是说 这个智商是个圈 人家待的那个区间 肯定是咱理解不了的那个区间 你知道吗 反正如果 你说中国多亏的 你说我才知道这是假的 你还有 最少你还知道自己不够聪明 好不好 如果我现在说完了之后 你还觉得 你就是帮习近平 PR 习近平 冲化费 冲化费 宋志成 你说我能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祷告 你知道吗 有些 有些小伙子真的是没办法 你只能 你只能向上帝去祷告 你懂吗 就是这个 金刚经到最后不也说 就是说 他就问 他就说 问那个释迦摩尼 说 您说要是有一些 善男子 善 善女子 这些 如果他们就是说 听了您的金刚经之后 还是不能理解 怎么办 就是说怎么办 他们的知识就理解不了 怎么办 他说 那你就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祷告 向佛祖祈祷 就说祈祷吧 希望上天赐给我智慧吧 希望上天赐给我 就只能就这样了 就没办法 真的是没办法 好不好 我也是无能为力 这种东西 只能怪爹妈 爹妈没生这些 爹妈没给 别人谁也没辙 或者你就怪上帝 我经常说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查地 最重要的查解是什么 是出生的那天决定的 你知道吗 在你跟另外一个人 出生的那天 上帝一挥手 在你们中间 画了一条鸿沟 你后面你上多少席 你什么哈佛教授 给你教 都没有用的 你就跟乔丹一样 你跟乔丹之间 那个查地 是在出生的那天 由上帝决定的 你后面再怎么努力 你永远都不可能 成为乔丹 或者成为科比 你懂吗 你出生那天就注定了 你肯定不行 就没办法 这个非常的悲观 并且的无奈 我只能说的 就是说 但是还是要荣感的活下去 就是真的 一个人的痛苦 主要来自于 对自己无能的奋动 你知道 没有办法 真是没办法 好吧 什么 就是说 有的人 就是说 是不是什么 教父理说的那句话 对吧 有的人用一秒钟看一眼 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有的人用了一辈子 还是不能理解 这个事物的本质 那么他们的人生 注定就是不同的 这是没办法的 就说 我应该说 这个事物的本质 就是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什么事物的本质 我应该说 有的人